車子過來了 他有發現我嗎? 欸有欸 被發現了 下一下凝膠護盾吧 他下車了 唉唷 怎麼樣怎麼樣 哇哇哇 差一點差一點 趕快補血趕快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Free Fire 我要回出去 我是尼亞斯 好那我們今天我要來玩 Free Fire 啦 然後這一場是我半夜玩的 所以人數比較少 只有三十幾個人 然後這一場飛機飛這個加工作坊 我們就來飛加工作坊 那記得 還沒按下喜歡跟訂閱加小鈴鐺 開啟通知的各位觀眾 記得按下訂閱加小鈴鐺 開啟通知 這樣子在我每次上傳影片 不是開啟播說 YouTube系統就會通知你 然後也記得 我每天晚上六點發片 夏日的話 早上九點也會 額外發一部影片 有興趣的話記得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那我們正式開始遊玩 好 這一場呢 看到了加工作坊 很多很多的敵人喔 大概有 三四個左右吧 然後我這邊落地 撿到了一把 AE-04跟AK OK 好 但是這邊呢 我把它換成MP40跟M4而已喔 然後樓上可以看到很多人在 大混戰 對 然後我在嘗試看能不能撿個頭 對 因為一打四 一打三 一打二真的是 會劣勢一點阿 所以 能趁敵人兩敗俱傷的時候 收頭漁翁之力是最好的阿 這就是大逃殺 他 遊戲的一個 就是 吃雞遊戲的一個 就是 好玩的之處阿 對阿 他有時候就是運氣運氣的 包括撿到的東西也是 我看到敵人在哪裡喔 應該在樓下 剛剛有看到有人在開槍 沒有看到人阿 人去哪裡阿 我有看到屍體啦 但是沒看到人阿 還有看到 欸 看到一個人下去了 欸 左邊有一個人欸 看能不能爆頭 哇 跑掉了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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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點 欸 看可不可以 來來 欸 他要躲回去了 可惡阿 可惡 差一點點都把它解決掉了 OK 我看一下喔 他會不會出來呢 欸 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 他跳下去了欸 可惡 這敵人也會太會跑了阿 等一下 我換個位子 我看能不能跑到山上 然後堵他 他應該會繞底下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 欸 欸 出來了 我沒有一發打中欸 為什麼 阿呦 中一發 中一發 快死了 快死快死了 喔喔喔喔 他拿 他拿什麼 卡98K嗎 我剩4滴血欸 差一點死掉欸 嚇死人喔 哇賽 好痛喔 天哪 還好我最後開槍的時候 因為大家知道 在切勁的時候 其實不太能動對不對 可是其實大家如果注意看 我左邊的移動鍵 我其實在邊切勁 我邊都有移動喔 為什麼 因為就是避免人家拿 卡98K阿 AWN阿 就狙擊槍 或者是拿 FARMAS直接來個就是 呃 全 呃 開進英準 然後去瞄頭部喔 這樣我左右移動至少 有機率啦 不是百分之百 但有機率 不會被爆頭 當然 遇到高手的話還是有機率會被爆頭 這就是看 就是 個人的那個 就是技術了 爆頭的部分 好 這邊剪一下包喔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剪 加速度防應該是沒人了啦 我看他們剛剛應該已經打得差不多了 如果還有人那就太扯了 我看有沒有握把 我要把那個折疊支架換掉 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折疊支架阿 對 每次觀眾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拿折疊支架 好 純粹我個人不喜歡 不用問 沒關係 不重要 因為我就個人不喜歡 就有點像是 有人喜歡拿狙擊槍 就有人不喜歡拿狙擊槍 有人喜歡拿 呃 就是 MP40 就有人不喜歡拿MP40 有人喜歡拿閃燈槍 就有人不喜歡拿閃燈槍 有人喜歡尼亞斯 就有人不喜歡尼亞斯 就各 各種白百種的人都有 欸 賞金令牌 拿不到 好吧 現在加速工作坊差不多打完啦 我們準備要 往圈內走啦 不過加速工作坊 我應該還是收一下好了 因為很多東西應該都還沒收過 晃一下 什麼可能加速工作坊出來還在一級握把吧 加速工作坊那麼大 喔 還有平米鍋欸 漂亮喔 四倍鏡我應該有了吧 唉唷 我四倍鏡我也有了 丟掉一下 欸 沒丟到 OK 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喔 換一下那個一級防彈衣阿 喔 很常會有觀眾跟我講說 有三級防彈衣或有二級防彈衣 為什麼你不拿 呃 通常我不拿二級防彈衣或三級防彈衣的圓 是因為它的耐久度都快爆了 各位觀眾你不知道什麼是 黃彈衣有耐久度嗎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血量 像我HP左邊不是有一個 黃色的頭盔跟黃色的衣服有沒有 其實看那邊就知道了 你只要看到那個黃色的衣服阿 它那個黃色的顏色越 越低 越少 就代表說它耐久度已經耗損快差不多 越低了 然後可能你 你只剩一點點黃色的話 就代表說可能 敵人打一槍你的防彈衣就爆了 你沒有防彈衣會怎樣 不用我多說吧 好啦 我還是多說一下好了 沒有防彈衣你的 那個 人家打 射你的時候 傷害就會更高 你有防彈衣 射人家射你的時候 傷害就會比較低這樣 那我如果拿了一個二級防彈衣 二級防彈衣快要爆了 然後我卻穿上它 人家只打一槍我的防彈衣可能就爆了 那倒不如我拿一個一級防彈衣喔 是滿的 人家可能打好幾槍我的防彈衣才會爆 我覺得會比較實用一點 這就是為什麼每次 欸大家會跟我說 欸有三級防彈衣 有二級防彈衣 有四級防彈衣 為什麼不減 通常百...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因為它耐久度不夠啦 只有剩下一%是我眼才沒看到啦 對 對就是這個樣子 好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我們收集到五個凝膠護盾也不錯 可是我還收集到了二級握把 不過我們要把它換到SAE上面喔 打遠戰我覺得握把...握把比較重要 打中距離跟遠戰啦 那近距離跟中距離 衝鋒槍我是覺得還行還好的狀態 所以衝鋒槍... 就是打...我要打近距離的槍械我通常 就是握把就是裝比較低階的 或者是不裝握把這樣 不過衝鋒槍的話 MP40我會想要裝那個啦 就是槍托 因為我覺得裝槍托MP40感覺好像不錯 就是它好像會增加什麼 呃...邊射邊移動的速度的樣子 就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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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射擊的時候你的移動速度會增加 對...你就可以... 呃...拉牆壁會拉得更順啦 什麼是拉牆壁 就是常常大家會看到我在牆壁後面啊 或是樹後面 欸...突然... 角色跑出去邊射擊 然後射...射到快沒子彈的時候 我再拉回牆壁 然後敵人的槍子彈就會打到我的樹上 或者是牆壁那邊 這就叫拉牆壁 我自己...我自己...去取的名字啊 欸...這邊有一個屍體耶 然後旁邊有一個護甲升級槍 好可疑喔 是不是有地雷啊 沒有應該是沒有啊 看了一下沒有 如果用那個準星描那個裡面沒有看到紅點的話 應該是沒有地雷啊 因為我記得地雷也是會有那個紅點的 等一下我還仔細看一下 三番兩次的確認 我很怕被地雷打爆 那這邊的三級防彈衣 我為什麼會選擇撿起來 它明明快爆了 是因為旁邊其實它有這個護甲升級槍 護甲升級槍會無視防彈衣的耐久度 直接往上升級一層 像我現在已經升級到四級防彈衣 它是滿的 不論我的三級防彈衣耗損到多少 我只要吃了護甲升級槍 我就可以升級到滿級的下一級 比如說我是三級的快耗損掉的三級防彈衣 那我吃了就會變滿級的四級防彈衣 那如果是快要耗損掉的四級防彈衣 那你吃了就會變成滿級的五級防彈衣 五級防彈衣就是 防彈衣的那個顏色是黃色的嘛 它會變白色 耐久度更高 這樣子 好那大概是這樣子啊 好現在再續續搜東西 圈準備要來了 我們現在補包只有七個不太夠 先吃個香菇好了 所以通常的話 如果我在附近沒有看到護甲升級槍 我是不會拿耐久度超低的防彈衣 但如果超低的防彈衣附近有耐 護甲升級槍我可能就會拿 因為我要趕快把它升更高階 因為你如果是拿 像我剛剛拿一級防彈衣嘛 我拿一級防彈衣 啊二級啦二級 我拿二級防彈衣去護甲升級槍 升的也才三級嘛 而且也是滿級的 那倒不如我拿一個耗損快差不多的 三級防彈衣去修護甲升級槍 直接來到一個四級滿級的防彈衣喔 大家如果熟悉這款遊戲的話 四級滿級的防彈衣其實 可以扛大概一兩發 一發左右啦 一發左右的榴彈槍傷害 等於說人家榴彈槍一發 可能搞不好打不死你 對 啊五級更不用說了 大概兩發吧 我那時候就是遇到榴彈槍的時候 五級防彈衣應該是扛了兩發才死 對 所以這個四級防彈衣跟五級防彈衣 我覺得在這遊戲中非常重要啊 你如果拿到四級防彈衣 五級防彈衣 基本上可以無視大部分這遊戲 產生的運氣成分 就是人家拿到榴彈槍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很長嘛 大家會把榴彈槍留到最後 就是逼不得已才掏出來 那如果他不掏出來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不會知道 呃 敵人手上有榴彈槍 那我們就會很順的照常理 什麼常理 就是正常來講 人家可能近戰士拿MP40散彈槍 或者是UMPMP5 就頂多這樣而已 我們不會去思考人家拿榴彈槍 因為有的話通常早就拿出來了嘛 早就拿出來轟你了 可是 有一些敵人比較心機喔 他會趁你 就是一直拉近距離 很放心的拉近距離之後 他就榴彈槍過來 那榴彈槍過來 你又只有三級防彈衣 或二級防彈衣 基本上就是一擊 一發死嘛 那運氣就超糟糕的 而且更別說 剛開場的時候 你拿到一把G18 跟人家拿到 那個 M79榴彈槍 然後你們距離是中距離 遠距離 一樣是被打死的 或者是你拿到一把 閃彈槍 然後人家遠距離 榴彈槍 一樣把你打死嘛 或者你拿到一把SKS 一樣嘛 因為運氣成分 其實這遊戲還是會讚的 後面有香菇 先不剪我看一下 欸 這邊四級防彈衣 消音器 呃不要好了 OK 來剪一下這個香菇好了 剪香菇我都會先拿一下那個 呃 呃 那個 那個 那個名叫護盾 我才沒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因為我最近在剪香過的時候 常常被人偷襲啊 超煩的 然後我在檢查這棟房子 附近有沒有護甲升級箱喔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這棟房子 門外 通常啦 不是百分之百會生一個護甲升級箱 如果我有辦法 把我的四級防彈衣 升到五級的話 基本上可以扛 像我剛剛講吧 大概兩發的榴彈槍傷害 更別說 手榴彈應該也是可以扛喔 我印象中 應該是可以啦 我們看一下 喔 有補包 欸 看到前 斜前方有一個敵人 補包目前撿不下 我先射個子彈喔 看一下 目前沒看到敵人 呃 在哪裡啊 喔 欸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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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喔 直接 起力蹲下爆頭 哈哈 好的 欸對了 其實順便到 順到一體喔 唉唷喔喔喔喔喔喔喔 誰 誰 誰 喔喲喔喔喔喔喔喔 喔喲喔 派喔 派喔 看到他啦 在小屋旁邊 喔喔喔喔喔喔喔 加派 加派 這個敵人很派 很兇很兇 這敵人超兇的 先補個血 先打滿血再說啊 再跟他打 他要跑了 他要跑了 喔 他要躲到樹枝後面 好煩喔 不能撿包 別亂啦 我要撿包啦 兄弟 不管你了啦 我先跑了啦 打我的平底鍋啦 他沒有打我欸 他直接放我走欸 好神奇喔 我看一下 沒有出現 算了 我先跑了啦 我要去撿那個包啦 好不容易打完的敵人 我看有沒有一個 可能 更多的凝膠護盾或補包吧 欸這敵人躲在這裡喔 看一下 步槍子彈 撿一點好了 還有握把 二級握把 喔 三級補償器 水 我看一下 凝膠護盾 看到了 撿一下 然後我現在只有四個補包有點太少了 我現在還是二級包是不是欸 我本來要丟一些東西換一下補包了 我還要丟什麼 OK 五個補包太少了啦 這拿一個好不好 看一下能不能拿 不行拿不下 好 OK OK 先站好了 OK 這樣應該是可以啦 好 要準備繞圈啦 現在剩八個敵人 看一下山上有沒有敵人 目前 沒有看到 我看他等一下左邊那個敵人應該是想要進圈啦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跑來撿空頭喔 我們拉一個 拉一個視野差 高低差啊 我們從矮的地方看高的地方 反正高的地方看不到我們 無人偵察機換過去啊 我剛剛看到有敵人在跑欸 看錯了嗎 好吧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哇 差一點差一點 太晚開槍了 我剛剛忘了切鏡啊 忘了開鏡啊 我直接繞左邊上方過去好了 繞過去繞過去 哇 我要 喔 OK 解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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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把這個敵人解決掉啦 剛打我打超痛的超煩的 先生啦 你身上最好要有個補包吧 不要我打你 你沒掉補包吃力不討好啊 看他實體在哪 啊 樹旁邊 銀交護盾先拿著喔 我先架一個喔 不管了啦 反正銀交護盾目前蠻多的 包先起見 我看到三級包了 還有三級握把 兩個三級握把水 全配了 很好 銀交護盾 欸這個 他沒什麼補包欸 好慘喔 要丟掉他的東西啊 多的 好不小心把銀交護盾丟出去了 撿回來 OK 消息器暫時不撿啦 剩五個敵人 OK 我看一下 減減他這邊有沒有敵人喔 應該是沒有啊 因為我等一下是想要就是 在山上 在山上 等最後一圈啦 看到了 有了解決了 剩三個敵人 很好 這包我就不撿了啦 等下縮圈了 還有半分鐘 有人開車 小心為妙 先繞過去先繞過去 他沒有發現我 OK 我們繞 右邊這邊三下 我順便看一下這個空頭還有什麼東西 啊四級防帶衣 我的防帶衣快爆了 我看一下三下有沒有 敵人喔 可以打一下 車子過來了 他有發現我嗎 欸有欸被發現了 下一下銀交護盾吧 他下車了 哎呦 怎麼樣怎麼樣 呵呵 哇哇哇 差一點差一點 趕快補血趕快補血 趕快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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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欸有夠衰的啊 這只有一個敵人 我直接被毒圈堵死 你這毒圈是在撿什麼頭的 喔喔喔喔 天啊 好吧 無奈 我好不容易殺死他欸 結果躲錯地方了 我想說我怕樓下有敵人要打我 先躲到銀交護的後面 殊不知 毒圈就直接悄悄的來了 我就被撿頭了 好啦那我們這部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記得按喜歡跟訂閱加小鈴鐺 開啟通知 好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